数日之后,龙渊仙渝,清渊大陆,一片辽阔海域之上阴云密布,将天幕压下一大截儿,看起来几乎要贴到海面上一样。 呼啸的旋风不断从海面上吹过,激起阵阵滔天的波浪。 海天之间,一道金色顿光急速地掠过,当中现出一艘宽大的灵州,上面浮光大亮,激荡着阵阵浓郁的鲜灵力波动。 灵州前端站着一名身着青色长袍的青年男子,其身形高大,面容普通,目光之中神华内敛, 整个人身上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特殊的气息。 此人不是别人,正是已经完成了第三次展示的含吏。 按照正常人的修行,一旦完成三次展示之后,就要开始和道祖相合,一步步完成合道的过程,最终成就道祖之位。 然而,含吏修炼时间法则,本就是走上了一条独木桥。 这桥上已经站着一位时间道祖,便算是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所以现在含吏的境地有些尴尬,他能够感受到那条代表着时间流淌的光阴长河, 与自己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,但却始终无法感受到那种与天道契合的感觉。 在他身后还站着两名貌若天仙的女子,自然正是南宫婉和金童了。 既然我已经被救出来了,他为何还要主动前往天庭? 甘久珍只是传回这么一个消息过来,其他的并未透露。 想来多半也是他的意思。 你是说,他故意不让你知道他的行动计划? 南宫婉听完更加疑惑,我也是猜测的。 轮回殿和天庭交手多年,彼此之间眼线广布。 我不跟随轮回殿而自己行动,或许更好一些。 南宫婉听罢大概理解了韩丽的意思,随即点了点头。 韩丽的视线越过南宫婉,落到后面的金童身上,说道。 金童,其实你真的不必跟我前去。 轩元杰一死,你的仇也算是报了。 此行祸福难补,你没有必要再牵扯进来了。 当年轩元杰灭杀我一事,本就是天庭整体的决策。 只杀他一个,仇不算报完。 金童面无表情,淡然地说道。 事实上啊,他之所以愿意跟韩丽前去,主要不是为了报仇,而是为了报恩。 不过,如今他已经恢复道祖之位,实力非同寻常,所以韩丽呢,倒也不太担心他的安危。 反而对韩丽来说算是一大必住,所以也不再劝说。 韩丽不知可否地点点头,没再说话。 眨眼之间,灵州已经飞过十万里, 终于离开了那头顶那片低沉阴云遮蔽的海域。 前方天光豁然大亮,海天皆恢复了蔚蓝之色。 韩丽双目远眺,看到一对海鸟从上空飞掠而下,脸上忽然一变。 嗯,不好。 他下意识地把南宫挽护到身后,话音刚落,前方海域一变抖声。 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陡然色变, 九天之上一道巨大的银色光柱,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。 在撞入海面的瞬间,直接激起了万丈巨浪。 紧接着,就见荧光之中四道人影忽然飞射而出, 分别落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把韩丽围在了其中。 这四个人当中,位于东方的是一名身材高挑的紫衫女子。 其容貌生得极美,脸上神情却十分冰冷, 手中抓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银色圆镜, 镜面之上似有一个黑色符纹亮着。 与之相对的西方则是一名身着黑色皮甲的球容大汉, 身材魁梧,面向凶恶,双瞳之中闪烁着淡黄的光泽, 嘴边生有两颗外秃的獠牙,看起来不似人足, 其手中赫然也抓着一块银色的光镜。 那形质与紫衫女子手中的一模一样。 洛申在南方和北方的, 则分别是一名头发花白的公辈老玉和一名貌若志同的白发男子。 老玉的面容颇为丑陋,脸上不仅皱纹横生, 如刀刻腐滑一般, 额前跟额下都生有大块的黑斑, 只有一双眸子还算清亮。 而那白发男子虽然貌若志同, 可若仔细打亮他的眼睛, 就会发现其目光深邃如景, 仿佛稍加探查就会被吸纳其中, 继而陷入无尽的黑暗。 这两人手里竟然与前面两人一样, 都持着一面银色光镜。 而更加令人惊骇的, 则是这四人身上的气息波动赫然全都是道祖级别。 韩丽随手一挥, 打开银色的光门, 你先回花之洞天, 快。 小心血。 男公碗神色复杂, 叮嘱了一句, 脉步进入了洞天之中。 金童脸上倒没什么畏惧之色, 只是目光冷冷地扫过那几人, 冲寒厉说道。 四个道祖同时出洞, 这么大阵仗。 你说他们是奔着你来的, 还是奔着我来的? 哼,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, 他们手上的光镜有些古怪, 要尽快脱身。 那就先破他们的光镜, 金童一句话的尾音还未消失, 他的身形就已经毫无征兆地, 瞬间消失不见了。 下一瞬间, 那名身穿皮甲的球龙大汉身前, 便有一团耀眼的金光爆裂开来。 金童的身影从中浮现, 他二话不说, 双手往身前一探, 便有一团银色的漩涡浮现而出, 从中传出阵阵吞噬之力。 囚然大汉对金童的突然靠近似乎早有预料, 已经先一步向后退开, 并不与金童纠缠, 其一边退开的时候, 一边仍在掐动法掘, 口中似乎还在沉沉地默诵, 吟诵什么。 其余三人行动, 几乎与之如出一辙, 彼此配合, 近乎天衣无缝。 韩丽查觉得不对, 瞒唤了一声, 金童! 身上金光一闪, 时间灵域铺张开来。 然而啊, 其灵域才刚打开一半, 身下方圆百万里的海域, 就已经被一片灿烂荧光笼罩住了。 一座不知何时, 布置此地的巨型法阵, 从海底透射出冲天的光芒。 瞬时之间, 一股奇异的空间波动, 从海底骤然传出, 将四周天地笼罩进去。 韩丽神色顿时一变, 一把抓住刚刚飞掠而回的金童, 四周金色雷光瞬间凝结成阵, 一声霹雳响动, 两个人的身影便从原地消失了。 紧接着, 相距不过千丈距离的海域上, 一座雷阵凭空浮现, 韩丽两人的身影再次显现, 竟是未能传颂离开, 依旧在那海底光阵的上方。 啊, 空间被封禁了, 雷阵之处无法离开。 无法, 那就打穿他。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,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,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。